就读东大富小六年级的江芷瑜 他获选台东县108年度的模范生 这是他第四次获奖了 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 不过他自己却说 学业成绩普通啦 他也没有特殊的专才 能够蝉联世界模范生 靠的是他自己好相处的个性 让班上同学一致推荐他成为模范生代表 江芷瑜同学 自信地走上台 从县长手中接过奖状 就读东大富小六年级的江芷瑜 是今年台东县503位模范生代表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他从国校二年级起 年年都获选为模范生 许多人都以为他是学霸 但事实不然 学业成绩表现普通的他 笑着说一切都归功于好人缘 我对小孩子其实我们家里还算蛮民主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女儿 其实他蛮自律的 我觉得应该是人缘好的关系 因为平常其实我的功课跟体育 都没有到全班最好 但是就是比较多朋友 所以大家都就是 那个班上初选的时候 大家都投给我票 即将升上国中 对钢琴十分有兴趣的他 期望未来能朝音乐路前进 妈妈也乐见女儿的好表现 十分支持他的目标 我以后其实很想当就是钢琴家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做这件事 江芷瑜突破常人对模范生 是学霸的刻板印象 以学业以外的优点成为同才之间的楷模 也让模范生一词的教育意义 不再局限于优异的成绩表现 而是孩子能够看见别人的优点 学习效法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